加油 第二个车 刚刚车目前是临时牌 我刚跟他们说临时牌在哪 然后他们把它贴出来准备去出发的时候 出发刚走 后一脚就说这个牌子到了 我们就安上牌子 安安稳稳的出发 我去给他们取上 我正好安牌子的那个 不是不叫螺丝吧 那个钉在我这儿 两个吗 是两个 是 好那我拿走了 行到了 行慢点啊你们 两车都已经出发吃东西了 我跟坦娜明天到 准备给爷爷做午饭 我要做山药玉米菠菜粥 这有没有这样的大票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营养肯定是丰富的 山药这个东西我真的是第一次碰 吃过但是没有去做过 咋削完皮 黏黏糊糊的呢 是这样的吗 我怀疑啊 在咱们这儿方言里头的这个 对于土豆的泥虫 它其实就是山药 可能之前土豆山药不分 因为我们这儿 就对土豆就是方言是山药 山药 好像是这样的 那猛式汉花就是香药 就指的是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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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香药玉米菠 好吃的很 黏糊的很 是能告诉我 它拉丝是正常现象吗 就是黏黏糊糊的那种 没做过真没做过 会不会是放窗室里面坏的 这种 我再看是手上痒了 看啊 怂了这块 这边山药有块鞋 哎呀 这咋了 刺刺的痒 因为我毛孔从小是那种 我皮肤不好 尤其是手部的 我切蒜呀 葱啊 这些比较刺刺刺刺刺的东西 我的毛孔就会过敏 就是可能毛孔粗过敏 然后就会红啊 然后是会长东西 哎呀 就我得摆渡一下子 这红薯是正经红薯 不是 山药是正经红 山药吗 山药是正经红薯 别让它坏了我一锅粥 好奇怪 什么颜色 再看 我刚查过了 确实是山药皮当中含着一个什么 枣角素和植物碱 所以也会引起皮肤过敏和这个 骚痒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 这是好样的 你的锅 你一定要给我保存 吃饭 吃饭好了 又有山药 又有玉米 又有菠菜 感觉这一天很漫长的 还有一些工作没做完 今天上午的时候 不是追着那个车给上了牌吗 不是算上了牌 就是给了那个牌 然后我就把包腹落在后面了 现在过去取一下 正好再绕过来的时候呢 去那个广告公司拿张 再绕过来的时候 再去别的广告公司去拿那个做的洋风条 然后再回到家 下午的时候 才能我来一直拍消防的宣传的本事 回来的时候 然后拍完之后 我们又去了一趟公司 刚把它放送到这儿 下了一天的雨了 可是一下好景 去完两个广告公司之后 又来后面了 给他们送了这个洋风和 刚刚做出来的什么安全 还是拍还是什么 下午拍的时候 穿的这个袍子也在 这个有点大 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烤羊日屋 什么情况了 冰冷 哈哈 我基本今天的事情 完成的差不多 还差两件事情 那就是吃饭和收拾行李 谁要是